你看 释迦摩尼佛距离我们现在2500年 第五尊佛会降世在这个人间 还多长时间 57亿600万年 很长 一尊佛会出现在这个人间非常久 这么长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没有佛谁来代替 所以为什么释迦摩尼佛在道理天 为我们讲这部地藏经 所以地藏菩萨来代佛帮助众生 离苦得了 地藏经里面也是教我们念佛 你想一想 这么简单四句话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关键在哪里 所以我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说明了 如果你念佛念得好 但是如果我们的愿力 往生到西方起的世界那种力道不过 你怎么念你就不会往生 生死已经没办法了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借个缘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 你看那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有几愿总共都是在讲这句名号的功德 总共有几愿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啊 四十八愿里面 总共有十三愿 都是在讲这句名号的功德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一定要了解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要怎么念 如何去念 所以我借这个姻缘 就来跟大家来分享 来讲讲 要如何深信净土 四十不退 所以关键 你要如何了生死 初三界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关键就是我们讲的四十不退 这个就是我们的关键 而四十不退 关键就是在你深信净土 你首先必须要把断移深信 你才能够四十不退 你没有深信净土 你没有断移深信 那是没办法 所以末学 我就借这个时间来为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信里面最主要是讲什么 作为我们来 重复来学习提醒 所以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 昨天那个有一位居士 是年轻人 印尼那边的一位同修 他的女儿 这个打个电话 跟我讲说 师父谢谢 感恩 感恩 师父的教诲 今天呢 他的对象 终于开口 跟他讲说 他能够接受它 他很欢喜 很开心 我跟他讲 那个都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世间的爱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如果真的话 你看 一结婚 夫妻 天天吵架 从头吵到尾 从尾 吵到头 你看哪对夫妻 不吵架的 是很少的 真的很少 你是看观察 哪一对夫妻 不吵架 世间的爱 为什么会带来苦 因为他有欲望 追求的欲望 佛菩萨的爱是没有的 佛菩萨是 他的爱那种是无条件 对一切众生 无条件的追求 他真正把这个爱 贡献出去 所以佛菩萨的爱 不会带来苦 带来幸福 但是很多世间人 不懂这个道理 还没办法 跟他讲又不相信 所以现在 世间 这个人很难度 太难度了 所以很多人说 是否要如何活在这个世间 自在快乐 解脱 很简单 其实 我最近 我感觉到了 最近 随喜功德就好了 真的 我这句话是从我的内心发露出来 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 钱多的 我们都不失 没有钱的 都念佛 你不用担心饿肚子 真的 你只要真正念佛 你不会饿肚子的 阿弥陀佛会照顾你 你相信我 真的 因为最近 我跟厂长印尼的那些法师 讲话 这个视频 像昨天也是 我跟他讲 只要你真正修行 你不用害怕 护法神会来照顾 阿弥陀佛会来照顾你 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这个道常如理如法 护法神都会照顾 你不用担心这个 我要建道常 钱不过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如理如法 护法神会送过来了 是真的 所以以前呢 为什么在三宝里面修福很大 为什么现在 在三宝里面修福 没有那么明显 什么原因呢 以前人供养给这个三宝 那个福报很大 你看地藏菩萨本源经 讲得很清楚 在第六品 如来赞叹品 第六品 那个释迦摩尼佛 讲得非常清楚 那为什么现在的三宝 修福没有那么明显 第一个 不如法 第二个是什么 注重里面的人搞是非人物 第三 什么原因 搞贪嗔是卖 所以你在这个三宝 这个道场里面 你修福 你不会很明显 有是有 但是没那么明显 谢谢大家